啊 啊 诶 你别笑 这谁啊 你没事吧 诶 叶子 叶子 怎么是你啊 勇哥你怎么在这里 不是我在这边 看一下我那边的工程 就是你怎么怎么在这里啊 我我我去打工 你去打工哪里去打工啊 你还大包小包的 我背的衣服给你被子 你去哪里打工啊 就是那个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我那朋友说他说就在那个 不是 像我说了一些 你有没有摔伤啊 没有 我好像脚有点痛 那你坐坐一会吧 坐一会吧 你坐一会吧 坐一会 不是 你去哪里打工啊 你说你 云南 云南 云南哪里啊 我也不知道 我朋友说就挨着云南那边吗 他说工资很高的 一个月可以拿到三四万 什么东西啊 一个月工资拿三四万 嗯 你是要跟我开玩笑吧 没有他都买车买房啊 不是我是说你过去一个月给你三四万 嗯 你觉得我相信吗 没有我都问的很清楚了 他说是的 那我我跟你说啊 就是你过去上班 你有什么技术吗 你能做什么 没有没有什么技术 对啊 你都没有什么技术 你不能干什么活 对吧 你过去别人 会给你几万块钱的工资吗 他他说 你都没有给他创造利益 怎么会给你几万块钱 你在开玩笑吧 他说的给我找个轻松一点的嘛 就叽叽电话就可以了 他说 你相不相信我 我相信你怎么不相信你吗 你看我 你帮我那么多忙 你相信我的话 又听我一句劝 就不要过去 知道吧 你想一想 你一个人出去了 打工 对吧 然后你家里的孩子怎么办 你父亲怎么办 你考虑过这些没有 但是 那么高的工资我真的想去 不说三万 我我拿过 拿过一万五一万块钱 我都觉得可以了 你拿一万块钱 我刚刚才跟你说了 你要给老板创造利益 对不对 你什么都不懂 老板会给你那么多工资吗 现在哪里有白吃的午餐啊 对不对 我以前在外面给老板打工 你再有点手艺吗 就几千万八块钱 而且还累死累活的 知道吧 你相信我的话 你就回去 知道吧 工作的事情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等我这两天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好 我这边包了几个 两座山 然后专门种水果的 把这里是处理好 然后 我就给你安排好 安排工作好不好 但是我真的想去 你看嘛 我就算一个月按最低调子算 一个月一万 我一年有十二万呀 他包是包住的 包是包住的 我就把我问 我刚刚才问你了 你去你去你能做什么 你能说什么 就即使你你说的打个电话 对吧 这个电话 那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也不知道 对啊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叫你过去就过去 别人跟你说过什么 你就相信了 对不对 至少你要问清楚 到底是干嘛的 你考虑过这些事情没有 你相信我你就跟我一起先回去 我车子车子在那边 我先把你送回去 啊 但是我朋友还在等我啊 你朋友在哪里等你啊 车站 车站 车站等你干嘛呀 等我坐车一起过去 过去干嘛呀 过去 你相信我就别过去了 一会我 你有没有他电话 我给他打电话 一会我给他说就 车费的我了算我的 就别过去了 好吧 好吧 你到时候你 你真正的 你想过去确实 那边能挣到钱 但是你要了解清楚 你才过去 知道吧 你都没了解清楚 你过去干嘛嘛 知道吧 我真的 我真的还是想去挣那个钱啊 挣什么钱 现在的钱 有那么好挣吗 知道吧 你听我的 勇哥什么时候 活过你吗 对不对 你相信勇哥吗 好吧 那好吧 那走吧 走吧 走吧 我去哪里 你自己帮我 帮你 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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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你帮我